经济日报的投资理财周刊的重榜分析 今天推介中电2号 公司今日中午会公布首季股息 和简报季度业务的状况 市场预计中电全年来计 每股派息会有增长 当中可以是年内四期的股息都有增长 或是第一至三季股息维持不变 只是末期息出现按年增长 但这个预期起码预示季度股息出现倒退的机会较低 另外公司内地业务持续发展之余 随着香港新冠肺炎的疫情回落 经济活动逐步回复正常 中电最大收入来源的香港电力业务 用电量增长不适宜看得太淡 市场看法方面 花旗早前发表报告 中电盈利质数高 当中贡献超过三分之二盈利的香港市场 2019年的资产回报率 即ROA达到8.24% 估计这个回报率可以持续到2033年 花旗将公司的目标价轻微调升到86.5% 重新中电买入的投资评级 以及视它为香港公用股首选 策略上不妨今天